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贵宾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 大家喜欢称他保博士 也是国内的区块链专家 葛罗均葛委员 委员好 哈喽 佳慧好 大家好 好 委员您是国内区块链的专家 也是MFT的这个巨播 当时候主席是这样的介绍您 在年轻人当中 您非常的有影响力 大家会称呼您保博士 那进入立法院之后 您觉得之前的这些专业 在您的问证上面有没有一些帮助 那您如何利用您自己本身的专业 来协助国民党去接触年轻的选民呢 是哦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或者是新的科技 都有可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被误用 汽车有可能会被车手拿去盗领钱 我们的这个真实的钞票 也可能会被拿去做坏事 科技其实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作为阿宅 过去在这个民间 经常觉得新科技 台湾在掌握机会之前 可能会不小心把它污名化 所以我在进到立法院以后 其实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科技 运用在对的地方 好的地方 并且让更多的立法者 或者是我们的行政的这些执行者 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些科技 对台湾的产业 以及未来是有帮助的 举一个例子 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所谓的立法院 职权行使法草案修法 那简称我们在这里是说 国会改革的法案 在过程当中其实民众因为在苦等这个法案的修正 动议的内容 其实一直没有等到 那他们可能会很担心 是不是有什么不透明的一些现状 但事实上我们在投票的当天5月17号 所有的文件都是有在我们投票者的桌上 那只不过因为现场稍微比较混乱 我们没有办法足够的时间去传递出去 那我们立法院的议事人员也非常非常的忙碌 所以有一段时间可能这样的一个讯息有点不同步 那会让民众有点紧张 那其实就在5月17号的晚上 也是5月18号的凌晨 我就立刻把这样的一个修正动议的文件 用手机翻拍扫描之后呢 就立刻上传到 分散室 也就是区块链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散式的储存中心 叫做星际档案网络系统 那在这个系统上面呢 所有的人都会看得到这个文件 并且可以确保没有人可以修改它 而且日期的记录都会是完整的戳记 没有人可以偷改它的日期 所以会变成这个透明的过程很迅速的发生 而且时间的戳记也是所有人一起来记录的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做法 当天其实不管是民众党的黄国昌委员 甚至是民进党的沈柏阳委员 在讨论到这个议题要找档案的时候 大家也都找到我的出来词来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帮助利用科技 其实就会变得相对的运用区块链 大家以为是可能有些污名的错误的记忆 反而让它变得是可信 而且帮助大家来进行沟通 那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 我们也在这个儿少性侵 之前出现一些这种恶意的 这种有儿少性侵的相关的媒体内容 会恶意的传播的这个网站 在这样的一个新闻报导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站出来在记者会当中 利用区块链溯源的技术去追踪跟展示出 这个恶意的网站可能还有在收售虚拟货币的金钱 以及我们也展现了完整的金流的流量 以及流向去让民众可以知道说 这整个犯罪的这个过程 其实不要参与其中 并不要以为区块链是匿名的 你在里面的参与就可以躲在背后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记者会当中完整的呈现 运用我对区块链的技术跟了解 所以我们其实觉得在过程当中 希望能够导正把这些新兴的科技 中立的有意义的有正向的帮助的一面展现出来 同时也希望可以透过未来的一些法令的修法 包含电子线商法的修法 可以把科技的元素加进来 让台湾真的成为一个科技之导 而且我们的法令还有相关的科技的运用 也可以走在世界的前沿 可是我们在年轻人这一块 就是其实主席跟你 我看过你们之前有一个合作的直播 也看得出来说主席也非常希望能够借重你的影响力 去跟年轻选民做接触 那这一块我们有一些设计 或者是有特别帮国民党百年老店跟年轻人搭上桥梁吗 是,谢谢 事实上也非常感谢国民党朱主席 以及很多的党内的先进前辈 给我一个机会 也响应主席的改造、改革 做所谓的内造化、轻量化、年轻化 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叫KMT Studio Studio其实是一个工作室的意思 也有点像是一个实验性的 一个就是工作、学习、创造的地方 那就结合在KMT Studio 底下结合了所谓的三清 包含过去有青年团 然后现在也还有的青年部 以及先前的青年事务委员会 我们把更多的青年的资源跟力量 进行一个整合 让大家彼此可以融合并且连结 并且再放更多的资源进去 那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有趣的尝试 包含在我们刚刚提到国会改革法案的当中 5月27号就由青年团的同学 还有这个我的办公室 以及曾经会委员的办公室一起合作 推出了中爷爷活字典的一个AI的应用 在里面结合了OpenAI最新的AI的技术 加上一些中立的 关于国会改革法案的一些文件 以及时间点 那推出了以后呢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好评 因为他相对的中立 你可以问他说 人民真的会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被随便抓走吗 他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并不会发生 这是针对公务人员 以及相关的立法院里头相关的人员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 去跟这个资讯跟知识互动对谈 也就产生了所谓的讨论 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用打字的 你甚至可以用讲话的 那这个周爷爷都可以打字跟你对谈 他也可以对话来跟你对谈 那也帮助了很多人去了解这个法案 那当然我们也很乐见 在过了两三个礼拜以后 其实民进党也推出了 类似的AI的服务 叫ChatDPP 那只是稍微比较不幸的 就是这个 它的内容可能在整理上出了一些问题 反而让AI产生了一些 对话上的这个困扰 这个反而这个变得 有点吃了诚实豆沙包 那这个导致民进党的这个软体 或者这个服务呢 半天之内就下架了 那其实我们是乐见更多的政党 去运用AI来进行对话跟沟通 那我想这个未来有机会 我们也持续跟各党交流 我觉得科技是中立的 也欢迎大家可以多一点使用 所以AI的周爷爷火制点词 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其实呢我们也在过程当中 在总质询的时候 我们也帮助了其他的委员 在他临时没有声音的时候 也就是陈金辉委员 他在总质询的时候 他临时没有声音 然后呢我们就帮助他用AI来 恢复他的声音 AI灰灰灰 这样去进行的 那我们也把所有 不管包含周爷爷火制点的这个制作过程 以及AI灰灰灰的制作过程 我们都会制作成线上的课程 让全台湾成千甚至上万的年轻人 可以在网路上来进行学习 跟我们一起来了解 那当然也包含现在大家经常在 年轻人在使用的Threats 我们甚至还推出了这个Threats的 Threats版的周爷爷 所以呢 你只要在这个Threats上面 跟他对话 问他问题 周爷爷的AI的这个版本 就会依据他对于意识规则的了解 以及中间发生的一些议案的一些讨论 或者争议点 他会给你一些非常完整的对谈 或者这个知识性的内容 我们也认为透过AI跟数位 我们帮助年轻人赋能 让他们把他们辟谣跟解释的权利 真的抓回到自己的手上 甚至透过AI 他们还可以把语言 转换成28国不同的语言 跟全世界各地的人分享 在台湾 在我们国会当中 发生的一些改革的事件 因为我已经讲了这点 我刚好都有接触 就是你讲那个DPT的chip DTP 他其实好多是他可以跟LINE连结 那国民党的这个周爷爷的国字典 我刚在出门之前 我有在试着上 但是后来他发现他好像需要 是OpenAI的Plus的会员 就是必须要会员才能使用 那刚好委员你跟我提到说 现在好像透过Tran 然后两边都去做这个流言终结者的工作 好像就是 会不会民进党好像透过LINE 可能他的接触度会比较广一点 是,其实是这样 我想在过程当中 有非常多人会给我们意见说 这个现在好像有侧益 好像有网军 我们是不是也要砸大钱 去做侧益做网军 我们其实反而觉得宁愿 不要把钱花在这些塑造对立的这些地方上 我们反而把这些资源灌注到年轻人 去用科技 用数位去赋能他们 那这个赋能呢 也需要让这个成果用很多元的形式来展现 我们一开始是用ChatGPT的这个平台 所以在一开始OpenAI 只让有这个订阅的会员才可以使用 但是我们其实有寄信跟他们联系 联系以后说 其实这跟我们的这个民主的讨论很有关系 其实现在已经开放了 如果你不是Plus的订阅的会员 你可以跟周爷爷对话十次 你只要有Google 任何一个Google或YouTube的帐号 这是第一个 但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有所限制 你可能还是要有浏览器 你可能还是要有这个 装一个这个OpenAI的App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也持续在改进 就刚刚我们所讲到的 我们已经逐渐正在把周爷爷活字典的智慧 转移到Threats上面去 那Threats目前也有一个功能 就是如果你的回应是属于AI机器人 所创造出来的回应 你可以标注说这个回应是属于AI产生的 那我们也没有想要骗大家说 我们利用AI然后写了很长的话 让你以为我们是手打 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透过AI来帮我们辟谣 跟解说跟讨论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参考跟过程 同时我们最近也有一个秘密计划 我们的秘密计划就是我们目前正在 跟台湾最大的简讯短码的公司合作 我们会注册一个简讯短码 这个短码只有五位数 而且我们可以用手机最简单的SMS的功能 你甚至手机都不用上网 我们会把 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一半 正在封闭测试中 我们把周爷爷会搬到简讯平台的服务上 所以不管你是在台湾的哪一个角落 你的所谓的LTE、4G、收讯不良 或者大家没有吃到饱 没有网路 没有网路 可是可以通信 也就是所谓的短讯或讲电话 都可以跟周爷爷对话 其实待会我可以示范给你看 我们目前正在测试中 而且用简讯跟民众沟通 有时候大家会很紧张 因为有很多所谓的诈骗简讯 或者收费的问题 第一个 跟周爷爷用简讯对话完全免费 然后第二个 我们注册短码服务的目的 就是每一次你收到我的讯息或发讯息 都会是固定的五个字的号码 而不会像有一些你上网电商购买东西 每一次他传讯息给你都是不一样的门号 你有可能会不知道这是真的 这个电商还是假的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用更多元的方式 用更完整更公正的资讯 以及更简易的沟通的管道 以及更多元的管道 我们其实这里面都有年轻人的力量在里面 这也很多都是年轻人给我们的想法跟idea 我们其实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去真的做到主席一开始所希望做到的 能够透过数位透过AI 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正的讯息 可以更容易的散布 也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被赋能 而不是我们就只是把这些资源 拿去买更多的网军 或者更多的侧翼 然后互相的去撕裂这个社会 这其实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那我们看得出来 其实国民党跟我们个别的立委 在开议之后 也透过自己的努力 很积极地跟社会大众的对话 只是刚好昨天最新的一份 能力道没掉出来 就是有点小 让我们比较失望的就是 国民党在这个反感度 竟然是高达这个 就是破52.5 那就是是有点遗憾 那相较民进党的40.7 跟民众党的49.6 在反感度上 国民党的表现 确实可能不是我们所预期的 那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份民调啦 对 那只是说 会觉得看这样的数字 会觉得有点失望吗 其实我们自己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针对国会改革法案 以及针对我们所有的法案 所进行的说明会 在全台湾已经办了超过100场 很可能已经要往200场迈进了 我们其实深度的去接触选民 跟民众的意见 其实我们很明确的发现 其实民众对于我们所推动的 非常多超过55项的 所谓的这个福国立民的法案 的支持度非常的高 甚至也包含我们所提到的 国会改革法案 民众的支持度也是过半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 不同的渠道所得到的 或者汇聚的这个结果 很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这个结果跟 从另外一个渠道所看到的现象不一致 我举个例子 像在我们国会改革法案的过程当中 民众有走上街头 去做这个意见的表达 这是人民的权利没有错 但是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 或者画面上 可能会觉得这好像是主流的民意 大家反对这件事 但是从结果论 以及从过程当中所做的每一次的民调 其实都展示了民众支持 国会改革法案的比例是超过一半 所以它其实是所谓支持的是多数 但是我们可能透过某些部分的画面 我们会有一点搞不太清楚 所以在这个例子上面 我们看到您的这个所谓的民调好了 我没力道 老实说我认为 真正还是有很多的民意 是非常支持国民党的 但是在目前的这个所谓的政党互相 这个冲突的情况之下 包括这个所谓的执政党 用某一些人的说法说当家闹事的情况之下 好了 大家可能会有一种寒蝉效应 那包含沉默螺旋 包含近期可能这个执政党 对于一些这个意见的交流或讨论 他们是相对可能比较强势的 包含视线我们的赖总统直接出来 可能表达了总统个人的看法 好像会让别人觉得误会说 他好像要主导或者要影响 那或者我们在最近这段时间的 这个所谓的打贪或贪污上面 其实也引发社会很多的疑虑 那这些都是单一事件 我们不个别的讨论 但是我们自己接触第一线的民众 我们得到的感觉是 其实民众对于自由表达意见的意愿跟能力 其实是越来越受到影响的 所以到底在这个时间段 民调是不是能够正确的彰显民意 还是透过其他的方式 我们觉得是有必要来探讨 所以我们其实在接下来的八九月份 有的接下来的几个月新的会期 KMT Studio会跟文传会 会跟我们党内的其他的部会组织 我们其实会展开一个大型的 虚实整合的新的接班计划 我们会希望能够透过实体的活动 包含可能有黑客松 可能有一些沙龙的议题的讨论 我们其实会更多的去透过线上还有实体 去接触第一线的民众 这样子我们认为这样子的民意的理解跟倾听 很可能有时候会比部分的所谓的民调 不能说比它更准 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多元性会更好 那我们觉得我们在做的 其实是很明确的 去执行跟推动福国民立民的法案 同时也透过一些数位AI跟创新的力量来内造 并且改革我们的国民党 并且透过这个过程里面 让年轻人跟我们的关系变得更紧密 让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多 可以帮助他们把话说出来 并且去真正的理性的去思考这些议题的能力 那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机制的组合 应该会像过去的这个会期一样 这样的一个机制已经内聚的 让国民党成为国会最大党 同时也是历来最团结的一次国会的党团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精神也会扩大到 支持我们的人民众上面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 我就聚焦在您个人 因为其实在上个会请您的这个问证 大家印象比较特殊的 就是说您曾经在总咨询上面 做了两个可如君格委员 真假可如君 让这个陈院长去猜是谁是真的 就这好像两个是假的 院长的时候好像有点动物觉得说 你是做圈套、欺骗 那因为相较为其他委员 您对AI或者是科技的这个 网络这些工具的运用 您确实是比较手忍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下个会期是不是会有延续这样的一个实证方式 那以及说我们总结这个会期的成绩 那以及说下个会期 我们想要优先推动了哪些方案 谢谢 事实上在上一个会期作为科技压宅 我们已经推动了非常多 包含这个学生辅导法 我们也希望能够用科技来 辅助他 那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额哨性经的法案 我们也运用科技 希望能够来在未来去做到这些 恶意资金的这个流向的一个确认 之外呢 我们也通过了22年来没有修改的这个电子千张法 去加速在未来所有的部会 都不可以排除电子千张法的适用 让我们未来在数位的世界 虚拟的世界 大家可以更方便的运用 不管是AI或者数位的工具来做生活 或者工作 以及这个所谓的申办各种服务 对 那刚刚您提到这个例子 透过这个AI的虚拟的我来做质询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有达到效果的 因为我的目的是希望让前院长 他能够理解到这个AI的拟真度 跟这个可以欺骗人心的程度 我没有刻意要欺骗他 但是我希望能够让他感受 其实民众是非常不容易分辨的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万一被掌握在恶意的诈骗集团手上 这其实可能会带来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 那而且这个速度 我们要处理的应该要非常非常的快 在这一次我们跟现任院长 这个卓院长的总质询上 我也提出了人型机器人的议题 在未来路上走的人型机器人 我们跟他对话的过程 到底是CHAT GPT还是CPT 就是他的这个智慧跟他的这个思考 是不是足够的开放安全跟民主 还是很容易会受到一些 不符合台湾的自由民主思想的一些对话所影响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政府 应该要提前去关注的 所以在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以提醒 并且希望我们的政府去正视科技 正在改变科技是可以来帮助我们的 所以从我自己的官方网站导入了AI 用AI可以跟竹子稿对话去截取摘要 以及在总质询里面我协助陈经文委员 去做到AI灰灰音 这是人类历史上可能第一次 人跟机器一起合作去做国会里头的质询 那以及包括我们跟年轻人结合 运用AI去做辟谣跟所谓的法案沟通的工作 其实都是不要讲是台湾的第一次 很可能都是世界的第一次 那台湾真的应该是科技的中心 也是AI的中心 但在过去我们好像遗忘了这件事 在我们的政治组织里头 以及我们的国会里头 科技背景的或者所谓的阿宅的比例是比较少 那所以我这次进来以后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应用 展示以及法案的修法 去把科技的力量再一次的找回来到我们的社会 民主社会的框架当中 那接下来下一个会期 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关注 关于打炸的法令 以及所谓的人工智慧基本法 那当然相关的这种人工智慧基本法 其实是要保护人 那是要促进产业 因为我们要确保这个诈骗集团 我们不会误用AI来欺骗人民 但是我们也要确保我们台湾的AI的新创 或者产业或者服务或者算力的建设 是有对我们这个台湾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同时这个欧美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盟友 他们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或者产品或企业的服务 能不能很顺利的跟我们对接 台湾目前是完全没有一个机制跟框架 才会导致学生用AI参加比赛 明明是未来的人才 因为他做得太好了 让评审都看不出来 结果会被计小过 或者是现在学生可能用AI来制作他的做作业 或者是申请学校的资料 可是很可能会被拒绝 因为学校并没有明说 到底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在接下来的下一个会期 我会非常着重就是科技方面的法案 包含这个所谓的AI基本法 以及我们所提到的青年的所谓的青年基本法 或者是支通安全法等等 就是科技有关以及台湾的下一个世代的未来有关的议案 都会是我非常非常关注也会着力的地方 因为我您刚刚提到这个机械的部分 刚好方任兴自己早上来台的时候 可不可以提到这个部分 所以看得出来您应该也就是领先世界潮流 也踩到这个潮流点上 觉得这个修法确实是非常重要 然后也非常谢谢委员今天接受我们的法案 谢谢委员 谢谢 感谢